第四章 彼得 若汉 彼拿 因為天已經曼了 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 但聽道之人 有許多信的 南丁數目約到五千 到公會前 被審 第二天 官府 長老 和民事 在耶路撒冷聚會 又有大祭司 阿那 和戈亞法 若汉 阿力山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 都在哪裏 叫使徒 站在當中 就問他們說 你們用什麼能力 奉誰的命 作這事呢? 那時 彼得 被聖靈充滿 對他們說 自問的官府 和長老 呀 倘若今日 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問我們 他是怎麼得了傳遇 你們眾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謝人得傳遇 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 上帝叫他從死裡復活的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除了耶穌 別無拯救 他是你們將人所棄的石頭 以成了防閣的頭塊石頭 除他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刺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恐嚇而放 他們見彼得 若看的膽量 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文 就稀奇 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又看見那自好了的人 和他們一同站著 就無話可搏 於是 吩咐他們從工會出去 就彼此相異說 我們當怎樣 扮這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誠言 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跡 凡著耶路撒冷的人 都知道 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唯恐這事 愈發傳揚在民間 我們必須恐嚇他們 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論 於是 叫了他們來 禁止他們 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彼得 若看說 聽從你們 不聽從上帝 這在上帝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著亮罷 我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 想不出法子 刑罰他們 又恐嚇一番 把他們釋放了 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其事 都歸榮耀與上帝 原來藉著神職醫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歲了 門徒同心討告讚美 以人既被釋放 就到會有那裡去 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 都告訴他們 他們聽見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聖向上帝說 主啊 你是造天 地 海 和其中萬物的 你曾藉著聖靈 託你博人 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 外邦為什麽爭鬧 萬民為什麽謀算虛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神載也聚集 要敵黨主 並主的受高者 希律和本雕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文 果然在這成女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聖僕耶穌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 必有的事 他們恐嚇我們 現在求主監察 一面叫你博人大放膽量 講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來 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職其事 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命 行出來 討告完了 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上帝的道 信徒財物 不分彼此 那許多信的人 都是一心一意的 沒有一人說 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見證主耶穌復活 眾人也都蒙大恩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 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 放在使徒腳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給各人 巴拿巴賣產捐銀 有一個利未人 生在俱彼路 名叫約失 使徒稱他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位子 他有田地 也買了 把價銀拿來 放在使徒腳前 我會測上 到這次 分別 沒多久 你會測過 一陣子 回去 這次 我會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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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測過